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 最近在10月27号的时候 联合国的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呢,对于今年上半年的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 这个总体情况做了一个分析和研判 外国直接投资,从英文上它的简称叫FDR 也就是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它呢,体现出了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种软实力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中国肯定是要抓住机会 为自己吸引外国投资的能力进行一番损失了 果不其然 那么中共的外交部对此大家吹捧了一番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我们看到外交部的这个记者会上是汪文斌他的发言人和中共的官媒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两个人的唱了一出双簧戏 由中共的这个记者专门的进行提问 抖出呢,联合国文化会议的这份报告 然后呢,由汪文斌呢,接这个球 然后呢,给中共呢,进行一番太平的这种粉饰 然后呢,吹嘘一下中共的这些所谓的成就 我们就来看一下汪文斌呢 对此的这些评论当中啊 究竟在哪些地方逻辑上出了一些问题 那么汪文斌说呢 说外资的那种意识增长呢 是外界对于中国经济投下的信任票 也是中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交出的成绩单 我就想问这个汪副次长啊 因为他是外交部新闻司的副次长 我就想问一下汪文斌 那么你说外资的这个逆势增长 是中国投下,外资给中国投下信任票 为什么说世界500强当中 至少有20%的企业正在从中国撤出他们 过去十年以来对中国投资总额的70%以上 这里边呢 体现出世界上尖端的高新技术 正在加速的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去流失 这一点来讲 与呢中华民国台湾大量的吸引外资 世界上很多的这种智库研究机构 以及呢高精尖技术在台湾纷纷落户的这个情况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让我们看到了世界上的这个正义的力量也好 或者说呢民主也好 能不能够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带来繁荣呢 台湾给我们交出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卷 那就是如果真正的遵从民意的话 如果一个社会真正的能够遵循自由 能够鼓励创新和各种自由的资本流动的话 那么这个社会的活力将是无限的 世界就会给他投下信任指票 相比之下呢 中共啊恐怕看到的将是越来越多的用脚投票的情况 也就是说呢 越来越多的这些外资企业从中国撤离的时候 他们是在用脚啊给中共投下的不信任指票 对中国未来的前景感到越来越担忧的指票 这一点上来讲啊 可以说四十多年以来 中共的那些成绩单被一扫而光 而王文斌还要在这里说 中国现在来讲是改革开放交出的一份成绩单 我想问的是王文斌先生 这个中国交出的这份成绩单上的分数究竟是多少呢 恐怕不会高于三十分 另外呢 王文斌先生还是说呢 中国在今年以来 两次出台了文外资的这种政策 发布了新版的全国和字幕区的这个负面清单 我想说的是单就这个负面清单来讲啊 中国的商务部门是主管这个负面清单的 这个主要的政府的这个对口 先不说薄熙来等等啊 这些人把控商务部门多年 形成的整个的这个负面清单 制定的这个流程当中 大量的腐败形象 中共的这个贪腐之国 我们先不说 单单就这个负面清单 哪怕他就是没有贪腐的话 那么他制定这个负面清单 中共敢不敢保证 这里边就没有任何的政治意图呢 或者说你这个负面清单 你敢不敢说 你就是完全客观忠意的 本着对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 中国企业的这种啊 真正的这种资金流向 高度负责的精神而制定的呢 这里边中国政府从来就不敢啊 对外公开他的这个负面清单的这个制定过程 而且我们看到他越来越多的把这个负面清单政治化 也就是说中共呢 是用这个负面清单来要挟 比如说美国英国瑞典挪威等等西方国家 要挟他们成为的这个把外资企业 把外资在中国的这各种运行各种各样的这个盈利模式呢 成为中共与西方国家进行政治交换的一种筹码 如果是这样的话 怪不得那么多的外资从中国撤离啊 或者说怪不得整个世界都不能看好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因为中国用这样的方式啊 给外资一记响了的耳光的时候 谁还敢和中国进行合作呢 我想这一点才是联合国爆发会议27号报告当中 所传递给我们的一个关于中国未来投资情况的一个真正的担忧 和一个比较客观中肯的一个意见 好的 关于呢联合国爆发会议27号的国际投资展望报告 就为您呢分析的简直到这里 谢谢大家